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说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文著系列第469期 英国经典文学名著 艾玛 作者 珍·奥斯蒂 第三卷 第十一章 哈利艾特 可怜的哈利艾特 正是这些话包含着令人痛苦的想法 这些想法艾玛无法摆脱 而且构成了这件事的真正可悲之处 Frank Trugger对他很不好 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很不好 可是若他如此怨恨他的 倒不是他的行为 而是他自己的行为 使他的过错显得最严重的是 他引诱他 为了哈利艾特的缘故 落入了圈套 可怜的哈利艾特 又一次成了他的误解和吹捧的牺牲品 就给奈特里先生说中了 他又一次说 艾玛 你不是哈利艾特·史密斯的朋友 他担心自己 只是给他帮了倒忙 不错 在这件事上 不像前一次 他不能指控自己 是这个恶作剧的 唯一的和最早的制造者 不能指控自己 促使哈利艾特产生了 原来不可能有的感情 因为在他还没在这一问题上 给过一点暗示以前 哈利艾特就承认自己 爱慕和喜欢弗兰克·丘吉尔 可是他感到 他鼓励了他本该压制的感情 在这方面 他是完全有过错的 他本该阻止哈利艾特 放纵和增强这种感情 他只消施加影响就够了 如今他深深意识到 他应该加以阻止 他觉得自己已经毫无根据地 拿他朋友的幸福冒了险 本来单凭常识 就应该告诉哈利艾特 千万不能听任自己 去想念他 五百对一的可能性是 他是不会喜欢他的 可是恐怕 他又想到 我没考虑什么常识 他很生自己的气 如果他不能也生 弗兰克·丘吉尔的气 那就太可怕了 至于金 菲尔菲克斯 他至少现在 可不再为他担心 哈利艾特已经够他心烦的了 他不必再为健康恼 他那由于同一原因产生的烦恼和疾病 一定也同样得到了治疗 他卑微和不幸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他马上就会恢复健康 幸福而又忧郁 艾玾现在想象得出 为什么他的种种关怀都受到蔑视 这个发现 是许多小事情都容易理解了 毫无疑问 那是出于忌妒 在金的眼睛里 他是个情敌 他提供的任何帮助 表示的任何关心 自然都会遭到拒绝 乘哈利福特的马车 出去兜风 准是件苦事 哈特菲尔德储藏势力的 隔粉准是毒药 他一切都明白了 他尽可能使自己的想法 摆脱生气时的不公正和自私心理 他承认 金菲尔菲克斯的地位和幸福 不会超出他应得的范围 但是可怜的哈利艾特 却需要他用全副精力来照料 再没什么同情 可以用在别人身上了 艾玛十分忧伤 担心这第二次失望 会比第一次更加严重 考虑到在这件事上 所抱的极大希望 必然会如此 再看看这件事 在哈利艾特心里 产生的显然更强烈的影响 使之沉默和自知 那也会是如此 然而他必须尽快地 把这令人痛苦的事 真相告诉哈利艾特 梅斯特先生在分手时 说的话当中 有几句是说 要严守秘密 目前这个整个事情 都得严守秘密 丘吉尔先生特别强调这一点 这是为了表示尊重 他最近失去的妻子 人人都认为 这只是为了适当 遵守礼节而已 艾玛答应了 可是哈利艾特 还是得当作例外 这是他最大的责任 他尽管烦恼 却不由得不感到 这简直可笑 他要对哈利艾特 做得可悲 而又微妙的事 正是维森特太太 刚刚对他做的 人家焦急地 向他宣布的消息 他现在要焦急地 向另一个人宣布了 他一听到哈利艾特的脚步 和嗓音 他的心就不由自主地 蹦蹦直跳 他想 他走进伦德尔斯的时候 可怜的维森特太太 一定也有同感 要是也能像那样宣布就好了 可是 不幸的是 没这个可能 嗨 我的哈斯小姐 哈利艾特急急忙忙 走进屋来 这不是最奇怪的消息吗 你是说什么消息 艾玛回答 他根据神情和嗓音 猜不出哈利艾特 是否真的得到了任何碍事 是关于这菲尔菲克斯的消息啊 你听到过 这样奇怪的事吗 啊 你不必怕我告诉 是的 你不必怕告诉我 贝斯特先生 已经亲口告诉我了 我刚才碰到他 他对我说 这事情很大的秘密 所以除了你以外 我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 不过 他说 你知道了 菲斯特先生 告诉你什么 艾玛还是困惑不解 说道 啊 他全告诉我了 建菲尔菲克斯和 弗兰克丘吉尔先生 要结婚了 他们早就 私自订了婚 多么奇特 确实奇特 哈利菲特的行为是非常奇怪 一只艾玛都不知道该怎么来理解她了 她的性格似乎完全变了 她似乎要表示 对这个发现并不激动 并不失望 也不特别关心 艾玛瞧着她 简直说不出话来 你可曾想到过她爱她吗 哈利艾特大声说道 也许你想到过 你 她说话是脸红了 能看到每个人心里 可是别人却不能 哎呀艾玛说 我开始怀疑 我是否有这样的天赋 你是不是当真问我 哈利艾特 在我如果不是公开的 那就是巧妙的 鼓励你听认自己感情发展的同时 却又认为她爱着别的女人 一小时以前 我还丝毫没有想到过 弗兰克丘吉尔先生 居然会对 金菲尔菲克斯 有一点好感 你完全可以肯定 我要是想到过 我就会因此而劝你 小心行事了 我 哈利艾特红着脸 惊叫的 你干嘛要劝我 小心行事呢 你总是不见得以为 我喜欢弗兰克丘吉尔吧 听你在这个问题上 说得如此理直气壮 我很高兴 艾玛含笑答道 可是有过一个时期 而且还是不久以前 你给了我理由 认为你喜欢她 这你总不打算否认吧 她 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亲爱的武德豪斯小姐 你怎么能这样误解我 她痛苦地转过头去 哈利艾特 艾玛顿了一会儿以后 大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天哪 你这是什么意思 误解你 那么 需要我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 她 发不出声音 她坐了下来 怀着极大的恐惧 等哈利艾特回答 哈利艾特在稍远的地方站着 脸避开她 没有马上说话 等到她说话时 她的声音 几乎跟艾玛的一样激动 我没想到 你居然会误解我 她开始说 我知道我们俩 都同意 不再提她的名字 可是考虑到 她比任何别人 都不知要好多少 我就不会想到 可能被误解为 指任何别人 夫人跟丘吉尔先生 真的 他们俩在一起时 我真不知道 会有谁去看她 我希望我的鉴赏力 还不至于会去 想到夫人跟丘吉尔先生 在她身边 夫人跟丘吉尔先生 就像个微不足道的人 你这样误解 真是令人吃惊 我肯定 要不是相信你完全赞成 而且打算鼓励我受爱她 我会一开始就认为 连想想她 都可以说是过于放肆 一开始 如果你不告诉我 以前有过比这更奇妙的事 门第更悬殊的人都结合了 这是你的原话 我就绝不敢听认 我就绝不会认为 有这个可能 可是如果你 你一向跟她熟悉 哈利艾腾 艾玛 坚决地振作起精神来 大声说 现在让我们说说清楚吧 免得可能再误会下去 你是说 乃特李先生吧 我当然是说她 我从来不可能想到别人呢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们谈论她的时候 那是再清楚也没有了 不完全是这样 艾玛强作震惊地答道 你当时说的话 在我听来是指另一个人 我几乎可以说 你提过弗兰克 丘吉尔先生的名字 我肯定是谈提过弗兰克 丘吉尔先生 帮助你的事 在吉普赛人那儿保护过你 哦 伍德豪斯小姐 你真健忘 我亲爱的哈利艾桃 我完全记得我当时说的话 我告诉你说 我对你的爱情并不感到奇怪 考虑到她帮助过你 那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而你也同意 你十分热烈地 谈了对于她帮助你这件事的感想 甚至还说了你 看见她跑来时 救你时的感觉 在我记忆里 这印象很深哎 哦天哪 哈利艾桃的 现在我想起来 你是指什么了 可是 我当时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指的不是吉普赛人 不是弗兰克丘吉尔先生 不是 他嗓门略微提高了一点 我想的是一件 还要可贵的多的事 艾瑞先生不肯站起来跟我跳舞 而屋里又没有别的舞霸 艾瑞先生 来请我跳 正是这么好心的行动 这崇高的人赐宽大 这帮助 使我开始觉得 踏避世界上 甚至人都不知 要好多少 天哪 艾瑞先生不肯站起来 这真是个太不幸 太可悲的误会 现在怎么办呢 这么说 你要是理解了我的意思 你就不会鼓励我了 不过 我的处境至少 还不算太糟 如果换了那个人 我的处境 可就更糟了 现在 有可能 他停了几分钟 艾瑞 说不出话了 我的豪斯小姐 她继续说 你觉得 对我来说 或者 对任何人来说 这两人之间 是有极大的不同 你这样想 我并不奇怪 你只是觉得 这两个人 都比我优秀 其中一个 比另一个 还要高出 五万万倍 可是我希望 我的豪斯小姐 要是如果 看来似乎奇怪 可是你知道 那是你的原话 以前 有过更奇妙的事 比弗兰克先生 和我 门第 更悬殊的人 都结合了 所以 看来好像以前 也有过这一类事 如果 我 非常幸运 幸运的 无法言语 如果 纳特里先生 真的 如果 他不在乎 这种旋说 我希望 亲爱的 伍德豪斯小姐 你不要反对 不要从中阻挠 不过 我肯定 你太善良了 不会做这种事的 哈利艾特 站在 一上穿子跟前 艾玛 精密地 转过头去看他 匆匆说道 你想 纳特里先生 回报了 你的爱情了吗 是啊 哈利艾特 谦逊的 不无口气地 答道 我不能不说 我是这样想的 艾玛的眼光 立即 收了回来 他一动不动地 坐着 默默沉思了几分钟 几分钟 警告他了解自己的心了 像他那样的心 一旦起了猜疑 就很怪 猜疑下去 他触及了 接受了 承认了 整个事实 为什么哈利艾特 爱上奈特里先生 就比爱上 弗兰克丘吉尔 糟得多呢 为什么哈利艾特 有了一点 得到回报的希望 那不幸 就变得更加可怕呢 奈特里先生 除了跟他本人 结婚以外 不能跟别人结婚 这个念头 像剑一样 在他心头 飞快地闪过 在这几分钟里 他自己的行为 正如他自己的心一样 展现在他眼前 这一切 他看得清清楚楚 以前 从没这样清楚过 他对待 阿里艾特的态度 是多么不适当啊 他的行动 是多么轻率 多么粗暴 多么不合理 多么冷漠无情 以前引导着他的是 什么样的盲目 什么样的疯狂 这给了他 可怕而巨大的打击 他恨不得 用世界上每个难听的名称 来诅咒他 然而 尽管有这些过错 但是 艾玛要保持一点自尊心 要使外表平静 并且对哈利艾特公正 对一个自以为 获得奈特里先生 爱情的姑娘 不必同情 但是 为公正起见 现在 不能冷淡他 使他扫兴 这一切促使艾玛 下决心 镇静地坐着 继续 忍受下棋 甚至 还要露出一副 好心肠的样子 的确 为了他自身的利益 是应该 把哈利艾特的希望 寻根究底地 打听清楚 哈利艾特 并没做出什么事 可以使艾玛取消 自动 形成 和保持的关怀和兴趣 或者 可以是从 没给过他正确 欠告的人的 蔑视他 所以 艾玛从沉思中醒来 抑制住自己的感情 又转向哈利艾特 用比较热情的音调 继续交谈 因为 那最早谈论的 金菲尔菲克斯的奇妙故事 已经给 忘得一干二净 两人 都只想着 奈特利先生 和自己 哈利艾特刚才 站在那儿 一直沉浸在 并非不愉快的幻想中 现在 像武德豪斯小姐 这样一个 善意判断的朋友 以鼓励姿态 把他从幻想中唤醒 他还是很高兴的 芝肖 稍加询问 他就会把他 那希望的来龙去脉 喜悦 而颤抖地 讲述出来 艾玛 在询问 和倾听时 也在颤抖 虽然 比哈利艾特 演示得好 但是 同样 抖得厉害 他的声音 没有失去评论 他的内心 却焦躁不安 这样的自我发展 这样的凶险爆发 这样的突然而复杂的 感情混乱 肯定会产生 这种焦躁不安 他内心痛苦不堪 而外表 却极其平静 倾听着哈利艾特 讲述的细节 不能指望哈利艾特 讲得有条有理 头头是道 或者有声有色 可是 把叙述中无力 和累赘的成分 去掉以后 这些话 却包含着 使他情绪低热的内容 特别是 他自己想起了 Nathalie先生 对哈利艾特的看法 大为好转的那些情况 更证明了 哈利艾特 说的是实情 在那两次 决定性的跳舞以后 哈利艾特 感觉到 他的态度不同了 Emma 直到他当时认为 哈利艾特 比他预料中的 要好得多 从那个晚上 或者 至少从 姆德豪斯小姐 鼓励他 想念 他的时候起 哈利艾特 开始 感到 他跟他谈话 比以前多 而且对他的态度 也确实 和 以前完全不同 是一种 亲切 可爱的态度 后来 他越来注意到 这一点 当大家一起散步 他常过来 在他身边走 而且 非常快活地 谈话 他似乎 要熟悉他 Emma知道 是这个情况 他常常看到 这种变化 变化的程度 也正是那样 哈利艾特 一再重复 他所说的 赞同和夸奖的话 而Emma 觉得这些话 同他所知道的 他对哈利艾特的 看法 是完全一致的 他 夸奖他 毫不虚伪做作 夸奖他 又 穿破 真诚宽大的感情 他 知道他 在哈利艾特身上 看到这些优点 他不止一次 对他 细细 谈论过 这些优点 留在哈利艾特记忆中的 许多事情 他 从他那得到的 许多小小的关注 一个眼神 一段话 一个 从一张椅子 做到 另一张的动作 一个 含蓄的赞美 一种 暗示的爱 这一切 Emma由于 毫不猜疑 都没有注意到 有些事 可以大谈特谈的 说上半个小时 而且 包含了 他看见的 许多名证 他 却都忽视过去 直到现在 才听见 不过 提到的 最近发生的两件事 哈利艾特 最抱希望的两件 却不是 他完全没有 亲眼目睹的 第一件事 他在 登威尔的 培提路上 远离大家 跟他一起算布 Emma来以前 他们已经 散步了 一些时候了 而且 他是 煞费苦心 他相信是这样 把他从 别人那 拉到 他自己身边去的 而且一开始 他 就用以前 曾被有过的 特殊方式 跟他谈话 的确 是非常特殊的方式 哈利艾特 回想起来 还 禁不住 要脸红 他似乎差一点 要问他 他的爱情 是否 已 有所属 可是 一见他 武德豪斯小姐 好像是在 朝他们走来 他 就改变话题 开始 谈论 农事 第二件事 他最后一次 来 哈特菲尔德的 那个早晨 艾玛出去 访问回来 以前 他坐着 跟他谈了 将近半个小时 虽然他一进来 就说他连五分钟 也不能待 他们谈话的时候 他告诉他 他非去伦敦不可 但是 要离开家 他 却是 颇不情愿的 正如艾玛感觉到的 这可比他 告诉艾玛的 要多得多 这件事表明 他对哈利艾特 更加推心致富 这使他 痛苦万分 陈思 片刻以后 他就这两件事里的 第一件 提出了下面的问题 他是不是可能 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他像你认为的那样 问起你的爱情状况时 他可能指 马丁先生 他可能是 为马丁先生 想着呢 可是哈利艾特情绪 激昂地否定了 这个猜测 马丁先生 不 真的 没提起马丁先生 我希望 我现在 不至于 会喜欢马丁先生 或者被怀疑 有这样的事 哈利艾特结束了 他这两句 带证明性质的话以后 请求他亲切的 伍德豪斯小姐说说 他是不是 又充分根据 希望成功 一开始 他说 要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这件事 我连想都不敢想 你叫我仔细观察他 拿他的行为 做我的准则 我就这么办了 可是现在 我似乎觉得 我配得上他 他要是选中我 那也不会是什么 奇怪的事 这份话 引起的痛苦感情 许许多多的痛苦感情 使艾玛丁先生 必须做很大努力 才能这样回答 哈利艾特 我只想冒险说一句 世界上 要数 奈特利先生 最不可能 故意 向任何女人 夸大自己 对她的感情了 听到这件如此 令人满意的话 哈利艾特似乎马上 要对她朋友 顶礼摩拜了 这单口 想起了她父亲的脚步 艾玛 这才从狂喜和亲热中 给解救了出来 在这种时刻 狂喜和亲热 将只可能是可怕的惩罚 她穿过门厅过来 哈利艾特太激动 不能跟她见面 我平静不下来 我的豪斯先生会受惊的 我最好还是走 所以 她朋友一纵用 她就从另一扇门走掉了 她刚走 艾玛的感情 就自动爆发了 天哪 要是我从没看见她 该有多好 这天一下的时候 接下来的那一夜 还不够她用来思考的 过去几个小时里 向她用来了那么多事情 她在这一片混乱中 困惑不解 每时每刻都带来了新的惊异 而每次惊异 又都使她感到屈辱 怎么来理解这一切呢 怎么来理解 她夹在自己身上 是自己蒙受的欺骗呢 她自己的头脑 和心灵的过错和盲目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她走来走去 她在自己屋子里夺步 她在灌木丛里徘徊 每个地方每个姿势 她都看到自己的行动 太软弱无力 她极其屈辱地 受了别人的骗 她更极其屈辱地 骗了自己 她苦恼 也许还会发现 这一天 只是苦恼的开始 她做的第一个努力是 要了解 彻底理解自己的心 照料父亲之余的 每一个空闲时刻 以及不知不觉 心不在冤的每一个时刻 都啊 她呀 都要用在这一点上了 她现在完全感觉到 自己爱上了奈特里先生 她爱她又多久了呢 她的影响 这样的影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在她的爱情中 她是什么时候继承了 弗兰克丘吉尔 一度暂时占据过的 那个位置呢 她悔过了一下 她把他们两人做了比较 就按照自从认识后者 起他们在她评价中 一向所占的地位来比较 她本来任何时候 可以对他们做这样比较 如果啊 如果 她灵机一动 想到要在他们中间 做这样的比较 她看出 她一向认为 奈特里先生要高超得多 一向认为 她对她的关怀 要可贵得多 她看出 在说服自己 在想入非非 在做出相反行动的时候 她完全是处于一种 错觉之中 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心 总之 她 压根 就 从 没有 真正喜欢过 Frank Chulcher 这是第一阵思考 所得的结论 这是在探究 第一个问题时 她对自己的认识 而且不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得到的 她 非常被爱 而且气愤 对自己的每一种激情 都觉得羞愧 除了她自己 是的 除了她发现的 那一种 她对奈特里先生的爱 她的心灵 她心灵的 其部分 都是讨厌的 她出于教人 无法忍受的 自负 自以为了解 每个人的感情秘密 出于不可饶恕的自大 硬要安排 每个人的命运 结果证明 她 全都做错了 而她 并不是完全 没干什么事的 因为 她干了些 恶作剧 她给哈利埃特 给自己带来了 不幸 她十分担心 还给哈利埃特 是的 还给 奈特里先生 带来了不幸 万一 所有婚姻中 最 亡不当 互不对的 这门轻事 成为事实的话 那所有的责备 都得 由她来承受 因为 是她开的头 因为她相信 她的爱情 只可能是 由于意识到 哈利埃特的爱情 才产生的 即使并非如此 那么 要不是因为 她的愚蠢 她 也不会认识 哈利埃特 奈特里先生 和 哈利埃特 士密斯 这门轻事 会把任何 这类怪事 都 抛得老远 相比之下 忽然 丘吉尔 同 Jane 菲尔菲克斯的恋爱 就变得 普通 一般 平淡了 激不起惊讶 看不出 悬术 也没有什么 可议论和多想的 奈特里先生 和哈利埃特 士密斯 她这方面 是平不清云 她那方面 确实 一落千丈 想到这件事 会使她 在众人眼里 降低地位 遇见到嘲笑 讥讽 拿她取乐 她弟弟的屈辱 和辨识 她自己的种种不变 艾玛觉得 真是可怕 这可能吗 不 这不可能 然而 却又绝不是 绝不是不可能 一个有第一流 才能的男人 被才能远低于 她的人迷住 这难道 是一件 新鲜事吗 一个忙得 无法追求的人 被 一个追求 她的姑娘赢得了 这难道是 新奇的吗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事情 不平等 不统一 不一致 或者机遇 和环境 作为第二位的原因 指挥人的命运 这难道是新奇的吗 要是她 不把哈利埃特带来 那该多好 要是 她让哈利埃特 待在应该待的地方 她 对她说的哈利埃特 应待的地方 那该多好 要不是她 用了难以描述的愚蠢 阻止哈利埃特 去嫁一个 普普通通的 能使她快活 而体面的 过她应该过的 生活的年轻人 一切都会平平安安 也不会 有这一连串 可怕的事情发生 哈利埃特 怎么胆敢 妄想 高攀 Nedley先生 她怎么敢 在确实肯定以前 就幻想自己 被这样一个人选中 可是话说回来 哈利埃特 不像以前那么自卑 孤立重重了 无论是她心灵上 还是地位上的低下 她似乎都不觉察 看来 她认为 Aaron先生 娶她 是 降尊于贵 而Nedley先生 娶她 却不是 哎 这又是她自己 促成的吗 除了她以外 还有谁 费尽心思 去给哈利埃特灌输 网子敦大的思想呢 除了她以外 还有谁 会交给哈利埃特 要尽可能 提高自己的地位 自己 完全有潜力 进入豪门呢 如果说 哈利埃特 从出身卑微 而变得自高自大 那 也是她 促成的啊 Emma 第三卷 第十二章 Emma 从来不知道 她的幸福 在多大程度上 取决于 她在 Nedley先生中 心中 占第一地位 在关怀和情感方面 都占第一地位 如今 她眼看 有失去 幸福的危险了 这才明白 她对此 感到满意 觉得 这是她 应得的 她 曾经 不加思考地 享受了 这种幸福 只是 在怕被别人 取代的心情中 才发现 这原来重要的 连言语 都已无法表达 很久很久以来 她一直感到 她是 占第一位的 因为 她没有自己的 你亲戚 只有 伊兹贝尔 伊兹贝尔的权力 还可以同 她的比比 她一向很清楚 她是多么喜爱 和敬重 伊兹贝尔 在过去 许多年里 她自己 一直在她心里 占第一位 她受之有愧 她常常是 粗心的 质扭的 无视 她的忠告 甚至 故意 反对她 对她的优点 有一半 没有注意 连跟她争吵 就因为 她不赞成 她对自己做的 那种错误和评价的 傲慢的评价 可是 由于亲戚关系 和习惯 还由于心地高尚 她喜爱她 从她小时候起 就关心她 竭力 促使她进步 还巴望 她品行端正 这种心情 是别人 根本没有的 尽管 她有种种缺点 她知道 她对她来说 是亲爱的 她难道 不能说 非常亲爱吗 然而 在必然会 随之而来的希望 果真出现了 一些迹象的时候 她就无法 任其发展下去了 哈利艾特·史密斯 也许认为自己 并非不配得到 奈特里先生的 特别的 专一的 热烈的 爱的 她却不能 她不能自以为 她盲目地 爱着她 她最近 就得到一个证明 说明 她是不偏不倚的 看到她 对 贝斯小姐的行为 她是多么吃惊 在这个问题上 她向她说出了 多么直顺 多么强烈的看法 倒不是说 对于她的这个过错 她的态度 太强烈了 而是说 她的这种态度 如果是出于 比正直的公平 和明智的善意 更为温柔的感情 那就未免 太强烈了 她并不希望 也没什么可以让她 配得上去希望 她会对她 怀着此刻 她头脑中 在思考着的爱情 但是她 时弱时强的 希望哈利艾特 是在自己欺骗自己 是过高地鼓励了 她对她的关怀 她必须怀着 这样的希望 这是为了她 不管后果如何 她都无所谓 只要她一辈子不结婚 的确 只要能保证她 永远不结婚 她相信自己 就完全心满意足了 让她 对她 和对她父亲来说 都还是 这同一个 奈特利先生 对全世界来说 都还是 这同一个 奈特利先生 让登维尔和 哈托菲尔德 都不要失去他们 那宝贵的友谊 和信任的交流 那么她 就完全能 平静地 生活下去 事实上 对她来说 结婚也不行 结了婚 她就不能报答 她的父亲的恩情 也不能对她 尽孝心 不应该 有什么 把她 同她父亲分开 她不能结婚 哪怕奈特利先生 向她求婚 也不行 她只能一心八望 哈利艾特 会失望 她希望 当能看到 他们两人 在一起时 至少 能肯定一下 是否 有这个可能 从今以后 她要密切 注意观察他们 尽管以前 她甚至 不幸 误解了 她所观察的人们 她却不知道 该怎样来 承认自己 在这一次 竟然 也会是 盲目的 她每天 都盼她回来 观察力 很快 就会得到应用 在她近 朝一个方向 想的时候 看来 会快得 吓人 在这期间 她决定 不同 哈利艾特 见面 见面 对他们俩 都没好处 再继续 谈论下去 对这件事 本身 也没好处 她决定 只要 还可以怀疑 她 就不去相信 可是 她 却没有根据 可以打消 哈利艾特的信心 谈话 只会惹得生气 所以 她就用亲切 而要坚决地 以去 写了封信 请她目前 不要上哈利菲尔德来 说她相信 最好还是 不要继续 推心致富地 就 一个话题 讨论下去 希望 过几天 再见面 除了 在有旁人的场合 她只是反对 她的她对 那样 他们就可以 只当把 昨天的谈话忘了 哈利艾特 顺从了 赞同了 心里 很感激 这件事 刚安排好 就来了一个客人 把艾玛的思想 从过去 24小时里 不管是睡 是醒 都想着 在问题上 岔开了一点 维斯特太太 刚去拜访了 她那被选中的儿媳 在回家途中 搬到 哈托菲尔德来 一方面是因为 有责任 来看看艾玛 一方面 也是为了 让自己 散散心 她把如此 有趣的 一场会见的 详细细节 都讲了出来 维斯特先生 陪她去见 杯子太太家 是的 陪她去了 套 杯子太太家 很出色地 表示了 她那份 必可少的关怀 他们在 杯子太太的客厅里 尴尬地 坐了一客钟 本来 没有多少话 可对艾玛说 但她曾说服 菲尔菲克斯小姐 同她一起出去兜风 现在回来了 要说的话 要满意说的话 可就多得多了 艾玛有几分好奇 趁她朋友叙述的时候 尽量把情况 打听清楚 维斯特太太 出去 做这次访问时 很是激动 一开始 她希望目前 根本就不要去 让她指示 写封信给 菲尔菲克斯小姐 等到过去时候 秋雪尔先生 对宣布订婚这件事 能够想通了 再去做这次 礼节性的拜访 因为她在各方面 都细续考虑以后 认为做这样的访问 必定会传得沸沸扬扬 可是 维斯特太太先生 却不这么想 她急于要向 菲尔菲克斯小姐 和她家的人 表示赞同 认为这样做 不可能引起什么猜疑 即使引起 也没什么了不起 因为她说 这当作是 总是要传开去的 艾莫笑了 觉得 维斯特先生 这么说很有道理 总之 他们去了 那位小姐 显得很苦恼 很久 她几乎 连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每个眼神 每个行动 都流露出 她是多么不好意思 老太太的默默的 出自心底的满意 她女儿的狂喜 她快活的 甚至无法像 往常那样说话 这是 一个令人高兴的 几乎是 令人感动的场面 他们俩的快活劲 是那么可敬 每种感情 是那么无私 那么多的 为Jen着想 那么多的 为每个人着想 而不为自己打算 一致所有亲切的感情 都表现了出来 菲尔菲斯小姐 最近生病 正好让 威斯特太太 有了邀她 东风的借口 一开始 她还退缩 拒绝 但是在对方 尖腰之下 让步了 在东风的时候 威斯特太太 温柔地鼓励她 大大消除了 她的局促不安 还是她谈起了 这个重大话题 首先 她当然是道歉 她们第一次来 她却显然 不礼貌地 保持沉默 接着 她极其热情地 谈起她心里 一向感激 威斯特太太 和 威斯特先生 在说过了 这些心理话以后 她们谈了很多 有关订婚的 现在和 未来的情况 威斯特太太深信 她的优伴 把一切闷在心里 已有那么久 这样交谈 把心里话说出来 一定感到 如释重负 而且 对她在这个问题上 说的话 感到很满意 她隐瞒了好几个月 忍受了不少痛苦 威斯特太太继续说 从这点看来 她还是坚强的 她是这样说的 我不能说 订了婚以后 我没高兴过 但是我可以说 我一刻 也没安宁过 说这话的 她最真颤抖 艾玛 这是我从心里里相信 她说的是事实 可怜的姑娘 艾玛说 这么说 她认为同意 私自订婚 是做错了 做错了 我想 没有人能比她自己 更严厉的责备她了 对我来说 她说 后果是永远的痛苦 是应该这样 可是 在经受了错误行为 带来的所有惩罚以后 错误的行为 并不会减轻 其错误情度 痛苦并不能抵罪 我永远 也不再是无可指责的了 我的行为违反了 我的是非观 一切事情上 出现了转机 我现在受到的安徽 都是我良心告诉我 受之有愧的太太 她继续说 别以为 我自小 受到的教育不好 别让抚养我长大的 那些朋友的原则 和操劳 受到非议 错 全在我自己 我想你保证 尽管目前的处境 似乎可以给我借口 但我还是 不敢把这件事 告诉坎贝尔少校 可怜的姑娘 艾玛再一次说道 我想她当时一定是太爱她了 只有出于爱情 她才会同意结婚 准时她的感情 压倒了她的判断 对 我不怀疑 她一定是很爱她 恐怕 艾玛叹了口气说 我经常惹得她不高兴 在你这方面 我亲爱的 那完全是无意的 可是在谈及她以前 即使我们暗示的那些误会时 她心里 也许是有这样的想法 她说 她卷入不幸 所引起的自然后果之一 就是使自己 变得不合情地 自己意识到 做错了事 使她万分不安 使她吹毛求刺 如意发怒了 到了一定 会使她 已经使她 难以忍受的地步 她说 我不像应该的那样 原谅她的脾气和心情 她 那使人快活的心情 那骨子 欢乐劲 那爱开玩笑的 生气 都是处在别的情况下 我肯定 这一切准会 像一开始那样 叫我入迷 然后 她叹起你 叹起 你在她生病期间 表示的深情厚意 她脸红了 这让我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她要我 一有机会就向你致谢 我不管怎么感谢你 都不会过分 要我感谢你 为她做好吃的 每一个愿望 和每一次努力 她知道 你从来没 从她那儿得到过 应有的感谢 我知道她现在很快活 艾玛严肃地说 尽管由于她那 审慎的良心 打了些折扣 她一定 还是快活的 要不是这样 我就没法 接受这些感谢 因为 哦 贝斯特太太 如果要算一笔 我为菲尔菲斯小姐 做的坏事 和好事的账 嘻嘻 说到这 她挺住了 竭力要快活一点 把这一切都忘了吧 你正好 给我带来了 这些有趣的细节 这些极好的 显示出她的长处 我肯定 她很善良 我希望 她很幸运 很幸福 幸运 理应 在她那方面 因为 我想优点 都在她 这方面 这样一个结论 叫 贝斯特太太 没法不回答了 在她看来 弗兰克丘吉尔 几乎 各方面都好 不止如此 她 还很喜欢她 所以 她竭力 为她辩护 她 说得很有理智 至少 也同样 有感情 可是对 艾玛的注意力来说 她要说的话 却太多了 艾玛的注意力 不久就转到 伯伦斯维克广场 或者 丹维尔去了 她忘了 要注意听 贝斯特太太 最后说 你知道 我们还没收到 我们的盼望的信呢 不过 我希望 很快就会来的 艾玛在回答以前 不得不顿一下 最后 不得不自 是的 不得不自在 还没有想出 他们盼望的是 什么信的时候 就随便做了回答 你身体好吗 我的艾玛 这是 威斯特太太 告辞时的问候 哦 很好 我一向很好 你知道 你一定要尽快 给我那封信的消息啊 威斯特太太说的情况 使艾玛更加敬重 和同情 菲尔菲克小姐 也使她 更加感觉到过去 对菲尔菲克小姐 太不公平 因此 她那不愉快的沉思 也就有了 更多的内容 她深深后悔 没有主动 同菲尔菲克小姐 更亲密地往来 她为自己的 嫉妒脸红 在一定程度上 正是嫉妒 妨碍了 他们的亲近 要是她听从 戴特里先生 表示的希望 去关心 菲尔菲克小姐 这不管从哪方面来说 本来都是她应该做的 要是她试图 更好地了解她 要是她 在跟她亲近这方面 尽了她的力 要是她努力地 跟她 而不是跟 哈利菲特 去米斯教朋友 那么 她完全可能 辩去 目前压在她心头的痛苦 出身 才能 教养 都同样地表明了 一个是值得 她怀着感激心情 去结交的朋友 而另一个呢 她是什么人呢 即使她们 没有成为亲密的朋友 即使她没有听到 菲尔菲克小姐 在这件重大事情上的心里话 这是很可能的 而像她 应该的 和可能的 那样了解她 那么她 也绝对 不能可恶地 猜想菲尔菲克小姐 对 第一个心想想 有什么不正当的感情 她 不但心里 这样愚蠢地 猜想和相信 而且还告诉了别人 这是不可原谅的 她非常担心 由于 Franco 丘吉尔的 清算或粗心 这个想法 给Gin的脆弱感情 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她相信 自从Gin来到海伯利以后 在这包围着Gin的 种种不幸的起因中 最坏的 一定要数她自己了 她准是个 永久的仇敌 每次他们三人在一起 她总是无数次的 刺得 Gin 菲尔菲克斯 不得安宁 在伯克斯山上 她那颗心 也许已经痛苦的 再也无法忍受了 在哈特菲尔德 这个黄昏是漫长的忧伤的 天气又尽量增添了忧郁气氛 阴冷的暴风雨袭来 除了从叶子正被狂风摧残的树丛和灌木上 从只是延长这种惨像的白昼的长度上 丝毫看不出七月的迹象 天气影响了伍德豪斯先生 他女儿几乎一刻不停地照亮着他 做了超过平时一倍以上的努力 这才使他还算觉得舒服 这使他想起了 他们在威斯坦太太结婚那天晚上 凄凉的第一次替他胎特 不过那一次用过茶碟以后不久 奈德里先生就走了进来 驱散了每一种忧思 这种访问表示哈利菲尔德是有信力的 可是这样可喜的证明 也许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当时曾为正在临近的冬天 描绘出一幅冷冷清清的景象 结果证明他错了 没有一个朋友抛弃他们 他们也没失去任何欢乐 可是他担心目前的不祥之兆 就不会有类似的相反结果 现在他眼前出现的前景 在一定程度上 预示着不可能被完全消除 甚至不可能部分地变得光明起来 如果他的朋友中间 能发生的事都发生的话 哈利菲尔德准会比较寂寞 他只能怀着幸福被破坏的那种心情 来给他父亲解门 在伦多尔斯 谈论关系 那即将出世的孩子 肯定比他更亲 威斯特太太的心灵和时间 会给他孩子占去 他们会失去威斯特太太 说不定在很大程度上 还失去他的丈夫 弗兰克·丘吉尔 再也不会回到他们中间来 菲尔菲尔德准教育呢 事所必然 很快就不再属于海伯利 他们将会结婚 在恩斯科姆和那附近定居下来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没有了 要是除了失去这一切以外 再加上失去登贝尔 那么欢乐而合理的社交 还剩下什么 让他们可以得到的呢 威斯特里先生 再也不会来 度过愉快的黄昏 不会再有仿佛甘愿 拿他的家来换他们的家 似的随时走来 这怎么受得了呢 要是他为了哈利埃特 就不再同他们来往 要是猜到他以后 只要同哈利埃特待在一起 要是他显著哈利埃特 作为最重要的人 最亲的人 朋友 妻子 并且从他那里 寻求生活所有的幸福 那么除了一直在他心头上的 那个认为 这都是他自作自受的想法以外 还有什么能增加他的痛苦呢 想到这里 他不由地惊跳了一下 又长叹了一声 甚至在屋子里 来回地走了几秒钟 唯一能带来安慰和宁静的是 决心自己好自为之 并且希望 不管在下一个冬天 和他这辈子里 未来的每一个冬天 情绪和欢乐 都怎样的不如以前 他都要更加理智 更有自知之明 以便冬天过去之后 能够留下较少的 让他后悔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